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参孙 这个很特别的事实 在世事记里面记载了这么多的事实 但是他最特别 因为他力大无穷 而且他一直都是单打独斗 然而从他的一生来看 单打独斗并不是一件好事 神也从来不是叫我们成为单兵 但是参孙为什么单打独斗 恐怕是因为他力大无穷 他觉得他不需要别人 我就够了 我就够了 可是他对别人 对敌人 甚至对狮子都力大无穷 他却对自己无能为力 真的很可惜 在参孙的人生当中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在圣经里讲到说 他一步步长大 长到了一个阶段里面 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那个才的意思是说 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 在旧约的时代和新约不同 新约的时代里面 当人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信到接受圣灵进到我里面 圣灵就在我里面 但是旧约的时代 神的灵常常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候 在一些特殊的人身上 与他们同在 为什么神要开始用他们 神要开始用他们 神的灵就与他们同在 但是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看见一件更美的事情 就是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信到这一位真神 独一的真神 这一位道成肉身独一的真神 我领受了福音 接受了他进到我的生命当中 神就猜测圣灵在我们里面 成为一个记号 而这位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是多大的恩典 这是在旧约时代 人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神的灵会一直在我里面 一直在我身上 是求主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但你说我也是基督徒 我也受起来 我也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很特别 《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真好 就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 神的灵在我里面 但是我感受不到祂的同在 我经历不到祂的大能 因为我里面没有顺从 当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你就会越来越发现 圣灵在你里面满有能力 祂带你经历神做许多奇妙的恩典 奇妙的工作 顺从 求主帮助我们 在神的恩典当中 神 祂尊重你我的自由意志 祂不会勉强你 祂如果可以勉强 这个世代的人恐怕少了很多的问题 神说是耶稣 全部的人都信 没事了 但是神不替我们做决定 祂不勉强我们 祂呼召我们进到祂生命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里 但是祂等你等我顺从 一顺从 神的工作就开始发动 圣灵的大能就在你我里面运行 一顺从你就从我的悖逆 进到神那个荣耀的作为里面 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 许多的无能为力吗 怎么样从我的无能为力 进到神的满有能力呢 顺从 顺服神 顺服圣经的话 顺服今天神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 你一顺从 就进到神无穷的大能里面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愿主的灵 满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